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這是我們的 音速倍數這一張的最後一堂課 那這堂課我們要補充一些 由分數計算還有音速倍數所衍生出來的 其他的問題 來看第一個 這也是很常見 竹竿在河床上面 通常它會附土 有就是河流 那 那更正 這個是泥巴 這是泥巴 那 這是河面 所以它有三分之一 在泥巴裡面 剩下的 剩下的還有四分之七在水中 露出水面的部分長 二分之七公尺 那請問竹竿竿之多長 在這種題目裡面呢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的話 我有說明過 有的時候我們思考問題 設位之數是為了要方便想 那不管你設不設位之數 你應該要知道 我們可以這樣說 它等於是把一開始的敘述 是把整隻竹竿當一 可是呢這個一又不是真的 一公尺的那個一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呢 把它設一個位之數 假如說竹竿長 長多少 我們通常用L來當長度 長 假設竹竿的長L 那他說有三分之一在泥巴裡 所以這裡其實是三分之一L 所以在泥巴裡的是三分之一L 那剩下的呢 這個 泥中的是三分之一L 那所以剩下的就是 三分之二L 那剩下的部分 還有七分之四在水中 也就是三分之二L呢 乘以七分之四 所以是 來自己乘一下 二十一分之八 所以這裡其實是 二十一分之八 二十一分之八 L 在水裡 那到底多少在外面 這個 三分之二L 減二十一分之八L 也就是 三分之二不是有七分之四在水裡 在水裡嗎 那他的七分之三在外面 所以你把它乘七分之三 是七分之二 這兩個 這兩個合起來剛好是三分之二 因為他是二十一分之六 那他是 二十一分之八 合起來二十一分之四 剛好是三分之二 所以呢 你就會得到這件事情 七分之二L 是 二分之七公尺 那L是幾公尺 再除七分之二 就再乘二分之七 所以其實全長是四分之四十九公尺 這是這一題 可以嗎 所以他是這個分數的計算衍生出來 下面這一題 全班有三分之二個數學及格 四分之三個英文及格 兩顆都及格的佔二分之一 都不及格的是三人 那請問數學及格英文不及格的有多少 其實這一題呢 有涉及到這個 比例的問題 我們通常是在高中教這個幾率的時候 集合的時候順便教 那在這裡呢 也可以先教一下 數學及格有這麼多人 英文及格有這麼多人 那數學和英文 都及格的是中間的部分 可以嗎 所以數學或英文 有一顆有幾個的 有一顆有幾個的 怎麼算 這個我們前面一次也有練習過 就是你把這個加起來 再把這個加起來 到時候你這個裡面會重疊一次 所以要減一次裡面的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把全班人數設成是 N好了 數學及格三分之二N 英文及格四分之三N 你這個N在這題寫不寫都沒有差 但是最好還是寫 這樣加完之後中間會重複到一次 所以把這個中間重複就是二分之一 都及格的是二分之一 把它剪掉 這樣這個就會是至少一顆及格的 就是數學或英文 有一顆有幾個的 那就是這樣子 這樣算出來是多少呢 三分之二加四分之三 是十二分之 八加九十七 減掉二分之一是十二分之六 所以是十二分之十一 所以它是十二分之十一個N 可以嗎 這樣子 那這樣子是十二分之十一 所以這個是至少有一顆及格的 所以都不及格的 就是在它外面的部分 如果全班是這麼多人的話 那都不及格的就是都不在 這個葫蘆裡面的 所以用一個N減掉十二分之十一個N 所以是十二分之一個N 這樣是三人 所以N是三十六人 那數學及格 可是英文不及格的呢 所以它其實問的也不是全班 它是問這裡 這裡就是把數學及格的人 扣掉數學英文都及格的 所以數學及格的是三分之二 三十六個的三分之二是二十四 扣掉都及格的一半 是十八人 所以減出來是八 欸不是六 所以大概是六 所以大概是六 再來看這兩題 有一台車要到三又三分之二 它需要花三又三分之二小時 才能從甲地到乙地 那甲地到乙地的距離是兩百四十二公尺 如果它想要提早 三分之五小時到 要把時速提高多少 所以先想一個問題 那原本的速度呢 是多少呢 在這裡寫下這件事情 應該國小也有學到 速度 是距離 除以時間 速度是距離除以時間 所以原本要花這個 原本要走的距離是二四二 那要花三又三分之二 也就是 三分之十一 這樣是多少 所以這個 來翻開你們的本子 這是我們在 分數這一張要記得最後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了一個分數 它的分子或分母又有分數 A分之B分之C分之D 這個A分之B是分子 C分之D是分母 所以中間這條比較長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 C分之D去除 A分之B嘛 對不對 那所以它其實是C分之B分之D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個到後來是在分母 這個也是在分母 這個在分子 這個也是在分子 有一點那種 負負得正的概念 就是分母裡面的分母 其實會跑去分子 那負正得負 正負得負 正正得正 所以分子的分子也是分子 但是分子的分母和分母的分子 都是分母 有點饒舌 不過多寫幾次 你就知道 來 自己看一下想一下 那回來剛才這一題 我們再來看一次 它只有分母是分數 所以它等於是 二四二去除 三分之十一 也就是二四二去乘 十一分之三 可以嗎 所以這個十一是在分母 但是三是在分子 可以跟它約 二四二是十一的倍數 它是二十二 所以二十二乘三是六十六 所以它原本的速度是 每小時六十六公尺 那現在要 提早 三分之五 小時到 一樣是要走二四二這麼遠嗎 一樣是要走二四二這麼遠 但是我現在要提早三分之五 也就是我現在要 三分之十一 一減三分之五是三分之六 就到了 所以再來算一次 二四二除三分之六 它其實是乘六分之三 這個 我們在這裡才帶你練習這樣子 寫 之後我就會直接跟你說 這個再分母 這個再分子 所以要 吸收起來 所以約掉 好 六約二四二約六 約完是這個 四 二四二跟六 沒辦法幾約 只能約二 約二約完是 這個 一二一 那 再跟三約掉 所以 這個 這個東西 二四二去除 三分之六 除出來就是 一二一 好 所以它要把 時速從 六十六 變成一二一 那最後的答案是 一二一減六十六 等於五十五 所以它要把時速 提高五十五 小時公尺 每小時五十五公尺 要提高這麼多 可以嗎 看下面這一題 有一件工作 一個男生 要花十五天做 我把上面折起來 才不會這麼花 有一件工作 一個男生 這個一個 一個男生 要做 要去花十五天才能做完 如果是有女生來做 只要花十二天 女生做比較快 顛覆一下傳統形象 不要說我們有 性別歧視 也不見得是什麼工作 你們知道 來 如果今天有兩男女 合力要做幾天 這個題目 把它也抄在你的本子上 這個工作呢 這個題目 我們在下面標註一件事情 要去找這個 總工作時數 總工作天 但是這個總工作天呢 它指的並不是要工作幾天 我們在這個描述一項工作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種名稱 就稱為工作天 它指的是一人要工作一天 所能夠做的量 所以在這裡後面括號寫 它其實是一種工作量 雖然我們是以天來說明它 但是它其實是一種工作量的意思 也就是我們要把總工作量找出來 那跟剛才一樣 我們來設一個N 方便思考 如果總工作量這麼多 一個男生要花15天做 換句話說 男生 一天 做 所以在前面寫一個設好了 我們把總工作量設成是N 換句話說 男生一天其實是做15分之N 那同樣的道理 女生會要做12天才能做完 女生一天是做12分之N 可以嗎 你把這裡理清楚 其實這個題目就很好算 因為這樣子兩男兩女 所以是2乘上15分之N 加上2乘上12分之N 那這樣子合起來 他們其實一天會做多少 所以是15分之2加上12分之N 衝到60 60分之8加10 對 60分之18是這個除6 10分之3 所以他們一天會做掉10分之3 可以嗎 好 4 對 知道 那10分之3 N 不要忘記我的N還在 一天會做掉10分之3N 那我全部的工作量是N 這樣要做幾天 所以 N去除 這個有點像速度 全部的距離 這個是它的速度 那要花多少時間 這樣子 用這個量去除 我全部有這麼多 你一天花這麼多 所以去除它 除10分之3N 所以呢 它會等於N去乘上 3N分之10 然後約掉 所以它 要花 3分之10天 那 因為天 我們一般來講 講答案不會是 講分數 如果它可以允許分數 如果題目出這樣子 你算出來是分數 你就問老師 這個答案可不可以是分數 那一般來說不會講分數的天 所以 區幾天 它會需要 3分之10 是3 3點多天 所以這個答案一般 這樣是答4天 可以嗎 就是這題 有這個 9 15 21 65 91 169 六個數字要分三組 它說這三個 分成兩組 跟正 分成兩組 那每一組裡面都會有三個數字 某三個 這樣 某三個跟某三個 那這三個數字 乘起來要一樣 就是這一組的三個數字 跟這一組三個數字 乘起來要一樣 這個其實是前面直因數分解的部分 我們把這六個數字都直因數分解 所以如果你瘋狂的去乘它 你把他們全部串起來 你會發現這個 比如說 三有四個 五有兩個 七有兩個 十三有四個 那你要去分嘛 你現在分完兩邊 自己乘 內部三個相乘 要相等 換句話說 每一個都會分到三個二 還有一個五 一個七 和兩個十三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要分就不難想了 首先 每個都要分到三個二 所以這一個 每個分到兩個三 每個都要分到兩個三 所以這一個三平方 跟這兩個 想必是不同組的 對不對 否則我這個三平方乘上任何一個就會有三個三 另外一個三就不夠 所以三平方的這個一定在一組 那 三乘五的和三乘七的一定在另外一組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這個 十三平方的這個 也會跟這兩個有十三的不同組 那他會在哪一組呢 因為每一組只能有一個五啊 所以 而且只能有一個七 所以這兩個呢 應該是在沒有五跟七的這裡 然後十三平方在下面 好 這樣就分完了 第一組 第二組 所以這種題目出來 很多人都很困惑 不知道怎麼算 其實你掌握兩個原則 第一個 你植音數分解完 你發現 你總共會有的數字 每個植數其實都是會有偶數次 你如果把他們長 這一整條成起來的話 所以你分成兩組都是對半分 你在裡面看到三的四次嗎 那對半分剩兩次嗎 你會看到五個二嘛 所以對半分剩一個 看到兩個七 所以對半分剩一個 看到四個十三 所以對半分剩兩個 再來去推理 有點推理的意義 既然你一組只能有三平方 換句話說三平方這個不能跟其他兩個三同一組 十三的這個也不能跟其他兩個十三同一組 那這樣很快就推出來了 這是這一題 好 接著來看一下上次留下來的作業 很快的算一下 上面這一題 -2分之一 就是-2分之一 那這個-2的平方會變正四 加四分之一 然後這裡-2分之一的三次 負的三次還是負的 所以它是-2分之一 負的八分之一是加八分之一 然後-4 這裡要注意它沒有括號 所以你必須先把二四次了 然後再負 所以它是-16分之一 這邊是-16分之一 被-1分之一 所以是加16分之一 然後-1分之一 然後-1分之一 這個是負的 它們都是正的 所以我先扣一半 我先扣了二分之一 再把它的一半加回來 我們先不看後面 我把這個當一整個 這個是二分之一的一半 扣了一整個 加一半回來 所以還扣一半 所以到這裡是-1分之一 同樣的道理 -1分之一加八分之一 還-1分之一 -1分之一加16分之一 還-1分之一 所以這是有答案 複習一下前面交的 好 看下一題 好 沒有 我們來看這題 好 這個也一樣 我們這次要通的是分子 而且呢 我們這一次要 我之前有講過 我的X一定要 係數是1 所以我要把他們的分子都變成30 有點離奇吧 所以這個三分之十 等於 要通到35 他們的公倍數其實是70 所以他其實是 二十一分之七十 硬是把他除二 所以他是十點五分之三十五 這個三分之十四 變七十 分子變七十 是十五分之七十 三下同乘五 硬是把他除二 是七點五分之三十五 所以X會在七點五跟十之間 所以他其實是八九十 有幾個 八九十 三個 那如果 那如果X分之三十五是最減 所以他不能是七和五的倍數 所以八跟九其實都可以 家長要給學生多看一些課外讀五 習慣看書 他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對文字的這個清淨度比較高 不會討厭看課本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讓學生有習慣自己去念書 不要搞得好像 我覺得很多很多國中的學生 就有一點很不好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而是說有這個現象不好 就是變成他從國小開始 有這種感覺就是玩樂才是我的本分 那念書都是沒有辦法被逼的 一定要上學好飯這樣子 其實這種想法不好 那包括念書也是一樣 不管是不是課內的書 包括看書也是一樣 不要讓學生覺得說 反正我有時間我就是看卡通看漫畫 當然他們現在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不像我們以前 可是你要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念書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知識 他是以文字來記載的 這個想法很簡單 就是如果他要以卡通或漫畫的形式來記載 你會比較 學生會比較喜歡嗎 可是就很麻煩了 那身為一個知識的傳播者 他本身有很多知識 他本身鑽研很多知識 他還要花力氣去畫漫畫 這種就很難 或者說有的話就會很貴 不容易取得 所以最好還是讓學生習慣 直接從文字 通常這個是最便宜的 最豐富的資訊來源 讓他們養成自己去圖書館借書的習慣 我都跟學生說 兩本書一定要看 很簡單的兩本 一本是三國演藝 一本是喜有記 可以先買小本的給他們看 那看習慣了之後呢 不妨再去借大本人來看 在這裡聊一下這個西遊記 其實從玄奘曲經之後呢 整個唐朝到宋朝到元朝 就一直有在流傳這個 有關玄奘曲經收邀的這一種 我們稱為畫本 就是在那個茶館說書的 他就會去說這種故事 畫本形式的小說 他就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會一直把各家的故事 一直融合 你想了一個點子不錯對不對 比如說原本的故事裡面 可能只有唐三丈跟孫悟空 我後來就發明一個竹八戒這個角色 你看很可笑 那下一個人 他聽到了這個故事 他就覺得說 有點道理 那不如我的故事裡 也放竹八戒進去好了 所以他的 他的這個故事是越來越豐富的 一直吸收很多 我們在西遊記裡面 會看到很明顯的一個落差 就是在被收服之前的孫悟空 他大鬧天宮 然後二郎神也打不過他 太白心軍把他關起來也贏不了他 他鬧那個龍王 鬧那個海底 從龍王那裡搶走金箍棒 龍王也打不過他 天兵天將也打不過他 越皇大帝被他搞到沒辦法了 請如來佛祖幫忙 所以這個人是不是超級強 對不對 照代理來說 滿天神佛都不是他的對手 那何況是地上那些小小的妖怪 可是自從他取襲襟之後 你就會發現好多妖怪他打不贏 然後打不贏 然後就要跑去找那個 找觀音大士 求救 那求求觀音大士來收服這些妖怪 為什麼會有這個落差呢 因為其實原本這個 這個可能是兩組不同的故事 他被融合在一起的 一組是這個美猴王的故事 那這裡面美猴王超強 跟那個小叮噹 像哆啦A夢的大熊一樣 另一組是原本的玄杖取經 根據考據 原本玄杖取經呢 是玄杖這一個 這一個人 玄杖 玄杖 他跟一個白衣書生一起去取經 那白衣書生每一次就在玄杖旁邊 就是講講笑話 打鬧 那到了某一些地方 這個白衣書生就會去招惹一些妖魔鬼怪 那那個妖魔鬼怪要害他 他就跟玄杖求救 然後玄杖就念佛經 就收服了那個妖魔鬼怪 所以原本的故事的形式是這樣子 那後來就會覺得說 因為老是只是這樣子 沒有武器啊 妖怪一出場求救 念念佛經就沒有 就沒有那個打鬥 刺激精彩 愛恨情仇什麼的 吃人肉之類的 就不刺激 所以到後來呢 這個故事就轉變成是 好 那玄杖他其實才是被抓走的 他需要被保護 所以就融合了前面這個美猴王的故事 那不如就是美猴王來去保護他 所以白衣書生這個角色 就被孫悟空取代掉了 那美猴王呢 他去保護這個玄杖 所以每次玄杖被抓走 他就要去救他 可是原始的故事裡面 他其實是在表達一種 就是佛經可以感化眾生 所以其實原始故事裡面的妖怪 最後都是被佛法收服的 而不是被美猴王用武力打爆的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這本西遊記有一點太暴力了吧 就是每個妖怪抓走玄杖 然後生物空取把他們打扁 然後救回來這樣 所以他總是要讓這個美猴王 像原本的故事安排這樣子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打贏那些妖怪 那誰來救他呢 就去找這個觀音大士來救他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美猴王呢 在前面超強 誰都打不贏他 在後面呢 誰都打不贏 就是會有這種從大雄 從那個紀安變大雄的這種落差 那這就是西遊記還蠻有趣的一點 下次再跟大家聊三鬼異 回來看這三題很快把它解完 這個前面有教過了 第一個二分二分之三 基本上是大於一的數 所以大於一的數呢 一次兩次三次 越多次乘越多越大 所以是比較大 在裡面這個負的這一題呢 我們要把它分成兩組來看 因為偶數次的時候會負負得正 所以其實B跟D是正的四分之三平方 和正的四分之三四次 而A跟C是負的四分之三 和負的四分之三的三次 那所以B跟D他們是正的 他們一定比較大 那因為四分之三是一個小於一的數 越乘越小 所以二次比三次大 同樣的道理 四分之三是一個小於一的數 越乘越小 這個在指數率比大小那個時候教過了 那個底數小於一 次方越大越小 因為小於一的數越乘越小 所以呢 這個四分之三比他的三次大 所以負越多的越小 所以大於C大於A 這是第五題 下面 那這次負號在外面 就省了一點 是啊 我們直接來看 所以其實他們三個都是負的 所以其實 因為七分之六也是小於一的數 所以 越乘越多越小 但是負越小的越大 可以嗎 這是這三題 那我們這次的課上到這裡啦 好嗎 好嗎